早上好,我是阿海,我现在在罗平 昨天晚上我们在罗平住了一晚 我们现在准备吃早点 里面还有一个安串蛋,还没烫熟 两个安串蛋 两个呢,营养这么好 我们喝口盐味的汤 它是鸡汤熬出来的这个汤 比较鲜的也比较香 还是要吃辣椒,不吃辣椒不行 早上要出气就不吃大蒜了 不然放点三末也很香 点点香 这个是酸萝卜,你们尝一下吧 我看你现在打沾水 吃米线打沾水,我是倒进去的 直接倒进去,可以 你们都不要了吗 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你待会儿 不要了 你也不要了,我也不要了 你自己去吃 好,你自己叫 你今天不要了,一会儿又饿了 早点已经吃完了 米线吃得很够硬 出来玩的话就吃得开心一点 不过15块钱的性价比蛮高的 准备出发 起不疑合,十万道山 也是很好看,但是没有被相应称 然后称多时,各自在买,切合在一起 是麻烦的意境 我们现在刚好停到路边,看路边的花 哇,太美了 一下车呢,全是那个刘彩华的香味 真的太舒服了 这两边呢,都是金黄色的 看看这边 这段路呢,是从罗平县城到多一河 中间那段,我们是走的线道 走的宽的道 有一条那个更窄的道 但是那个山路十八弯 他们坐着不舒服 过来自驾游嘛,肯定是要乘车舒服嘛 所以我们就走着 这条道,这条宽一点 哇,你看山上 一层一层的 太漂亮了 在十万大山中间这条路 从罗平县城过来 有十几公里 现在上山了 这公路两边 全是这种牛菜花,金黄黄的 可是今天有点雾啊 你看对面,雾蒙蒙的 是一层一层的 就像那个梯田的感觉 非常非常beautiful 哇,真的太漂亮了 如果到现场看呢,更震撼更漂亮了 看员一层一层一层一房 多长一点 可以留起来 哎,非常beautiful 别垢的 这样在正前方 所以看到了被根 被垢 没准点完干没事,我开得慢了 我们上下这个路 上山边,庞山公路 这个路不狂啊 一路下来 往这边进去呢 就是纳瑟峰海 看那个油彩花 金黄金黄 里面是村子 村子里面树不多 我们现在来到纳瑟峰海 这边是一个村子 纳瑟峰海呢 是观看十万大山的 也是个观景台 这个门票呢 是三十块一位 刚好我们车开进来呢 是免了游览车的票 因为坐游览车呢 是要二十块一位 看到这个房子 建的是比较有特色 这个村子呢 是少数民族 是遗族的 它那个房子呢 都是用石头砌的 比较有特色 你看那个交关房 阳台啊 四周全是石头 然后这个是最高观景点 上面有很多楼梯 哇 能发现这个地方的人 真的比较厉害 我们是开车过来 哇 那个里面的山路十八弯 从这条小路呢 比较平稳 不用怎么爬楼梯 但是爬的楼梯会少一点 现在可以看到 树枝后面 十万大山的 有点雏形了 这个楼梯呢 现在就是开卫菜 上面海拔一千六 谢谢 看这个楼梯 绕上去 楼梯的灯速不算高 最高的是对面那座山 对面那座山 哇 这个楼梯 看着像龙一样的 这个楼梯呢 还是比较稳健的 我是连自己都带不动 带上来的困难 你看他们 这块玻璃92公斤 两个人 满头大汗 太重了 加油 下面还有几凳就到了 上面是一个玻璃的观景平台 这边还有一望人静 还是一个大平台 上面是玻璃 站到 看是玻璃的 看看下面 那个油菜花田 全是房子 这边是那个大山 这大山 看是十万座大山 但是有点雾蒙蒙的 有点灰呢 那个山峰呢 那里是最高点 从下面山底 爬上去呢 估计要半个小时 可能一万多灯楼梯 那边是比较长的 这边呢 还好一点 能接受 跟那学艺呢 按了手印 它就让你上去了 不然它就是下面风起来 现在我们要下楼梯 在这个顶上呢 风一点都不大 风不大 出来完呢 一定要看好天气 不过看到后面那个十万大山 有点雾蒙蒙的 一点看不太清 不过看到上面 哇 那些村子里面 还有那些小道 看得真的很震撼 但是唯一不好就是 这个爬楼梯 有点辛苦 慢慢的爬 也爬得上来 楼梯呢 旁边都有扶手 扶着这个上面 就可以慢慢爬 一顿一顿的上 这多一河呢 要沿路返回 走一段 走一段有个拽脚 就可以转到多一河那边 哇 你看下面的村子 这个村子下面一点点 那个路是一点点 人家像蚂一样的 来到罗平就感觉到 哇 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真的鬼斧神功啊 全身都是汗了 好长时间没硬动了 不过都爬爬山啊 对身体好 多一河呢 就不用爬山 都是比较平坦的 全是河 顺着那个河边 还做竹笠泡 漂法也可以 里面的景色 也比较漂亮 好多一河呢 好多一河呢